本次讲解的是如何使用提供的案例动画达到演示视频中的效果。 搜索插件的名字,安装对应的项目版本,创建一个4.27的测试项目,勾选虚拟运动匹配插件,然后重启该项目。 点击显示引擎目录内容。 右键弹出本地文件加目录。 然后找到对应的案例目录。 这里我们可以找到案例动画的下载链接以及该插件的文档描述。 选择存储动画资产的本地文件加。 把我们刚下载的案例动画解压到该目录下。 可以看到这里就会显示空手以及僵尸的测试动画资产。 这里的测试动画都是我使用VAP工具进行修改的资产。 这里由空手改为单手持手枪。 现在让我们来安装它们。 点击右上角的动画蓝图。 找到存储动画数据的数组变量。 把空手动画资产配置至索引0。 僵尸动画资产配置至索引1。 这里的索引会在初始化动画蓝图的时候进行设置。 现在默认初始化的数组所引为0。 也就是我们刚配置的空手动画资产。 点击编译。 现在可以看到已经更换了基础资产。 找到关卡目录。 选择测试的演示关卡。 打开角色蓝图。 把默认的手枪模型取消隐藏。 运行游戏。 测试移动是否正常运行。 我们再来配置旋转偏移动画资产。 选择空手的数据资产。 找到对应的旋转偏移动画参数。 然后选择最后一个混合空间资产。 点击保存。 重新运行游戏。 可以看到,现在旋转时已经有倾斜的效果了。 打开AI测试关卡。 我们可以看到,这里有僵尸和人类两种AI。 将是AI的动画资产索引配置于角色蓝图的开始事件。 在开始事件运行时,我们调用了一个接口函数。 我们通知动画蓝图,该角色所使用的数据资产索引,将通过该索引,找到对应的动画数据资产。 我们下期见。